塔利班10月9日拒绝与美国合作遏制阿富汗极端主义组织的威胁 在美国8月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 这两个曾经的敌对国家将举行首次直接对话 塔利班高级官员和美国代表将于10月9日和10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晤 双方官员都表示 讨论的问题包括控制极端组织以及将外国公民和阿富汗人撤离阿富汗 塔利班在撤离问题上释放了愿意合作的信号 然而塔利班政治发言人沙辛表示 在遏制阿富汗日益活跃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方面 他们不会与华盛顿合作 ISIS-K已经宣称对最近的几起袭击事件负责 其中包括周五刚刚发生的大规模自杀式炸弹袭击 导致北部城市昆都市的一座清真寺里的46名什叶派穆斯林被炸死 数十人受伤 当被问及塔利班是否会与美国合作遏制伊斯兰国分支时 沙辛表示我们有能力独立对付伊斯兰国 自2014年在阿富汗东部出现以来 伊斯兰国对阿富汗的什叶派发动了无情的袭击 他也被认为是对美国构成的最大威胁的恐怖组织 因为他有可能对美国发动袭击 这个周末在多哈举行的会晤 是美军8月底从阿富汗撤军以来的首次会晤 美军在塔利班占领阿富汗期间 结束了在阿富汗长达20年的军事存在 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会谈不是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序曲 一位美国官员表示 在多哈谈判期间 美国官员还寻求让塔利班履行其承诺 允许美国人和其他外国公民离开阿富汗 以及曾经为美国军方或者政府和其他阿富汗盟友工作的阿富汗人 此前巴基斯坦官员和美国副国务卿舍曼 在伊斯兰堡就阿富汗问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艰难讨论 巴基斯坦官员敦促美国与阿富汗的新统治者接触 并且释放数十亿美元的国际资金 以避免经济崩溃 优优独萤 优独萤 优独萤 疫情 疙优独萤 优独萤